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宣布 把中国的投票权调升到第三位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中国金融业拥有庞大的资金 能否为区域内的金融稳定发挥作用呢 今天我们感到非常荣幸邀请了 中国银行董事长孝刚 他是2011亚洲金融论坛的连长嘉宾 孝总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了 中国银行业在后金融危机当中 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于亚太地区的金融稳定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中国的金融业在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 表现得相当的稳健 那么正如大家所知 在这次危机当中 中国的金融业直接受到的冲击 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小 那么由于最近几年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 加上中国的经济保持一个持续较快的增长 这就为中国的金融业成功地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奠点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中国银行业的作用呢 还表现在它在支持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 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 中国的金融机构起着很大的作用 那么中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对于新型市场国家的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也做出了贡献 所以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的前景 潜力还很大 前景也十分广阔 中国银行积极在香港发债 你认为这对于香港的金融产品的多元化 与人民币业务的国际化 中间起了怎么样的催化作用呢 中国银行在香港是连续第三次发债 今年我们又成功地发行了一次人民币债券 那么你也知道除了中国银行以外 其他的机构 就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在香港发债 那么我认为内地的机构到香港去发行人民币债券 有利于丰富香港债券市场的投资工具 对于香港投资者 这个包括香港的居民和机构投资者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产品 那么通过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也会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 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随着两地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 那么人民币在香港流通量也越来越多 所以未来人民币在香港的银行市场的发展 还是会有很好的前景的 你认为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当中 如何跟内地机构合作呢 我认为香港和内地两地的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 应该要更好的互动 加强密切的交流和合作 这样携起手来共同来发展香港的金融市场 人民币的银行市场 那么同时呢 大家也知道 我们也要把上海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我认为香港金融中心和上海金融中心 他们是不矛盾的 而且能够起到互相促进和互相帮助的作用 那么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巩固和发展 有利于推动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那也就是说也对于上海形成金融中心呢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推动 那么香港应该说有很多的优势 法律 环境 金融市场 人才 各个方面呢 香港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香港这个在全球排在前几名的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未来呢 香港这个方面的优势 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所以我想呢 这个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那与此同时说 随着国内金融的发展 那么上海也会逐渐成为一个 首先是国内的金融中心 那么以后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那么上海这个中心的建成和发展 也有利于推动和巩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所以我对他们两个中心应该说 他们的关系是互动的 互助的 现在国内的银行存款达到70万亿 资金非常庞大 但是缺乏出入 现在国际金融环境转积稳定 会否为国内的资金找新的出入 以减低宏观调空的压力呢 QDI还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国内资金还是比较充裕 因为投资者的投资的渠道 目前还不是很多 所以进一步的拓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那么发展了QDI这个是势在必行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 由于国际市场的风险 国际市场的波动 风险仍然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设计QDI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加深对国际市场的了解 对产品风险的控制 这样才能够使得QDI的发展能够比较快 同时要健康的发展 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危机以后呢 西方国家无论是消费还是银行贷款 都转去保守 信心市场就向中国呢 增长就越趋稳定 放眼十年以后 你认为全世界的银行的版图分布 会是怎样的呢 西方的银行 那也就是说美国 欧洲的银行 特别是他们的大银行 国际性的跨国银行 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那从全世界银行的版图来看 西方银行还是占主导的地位 我想今后若干年 这个总的趋势还仍然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西方的发达国家的银行 银行业 金融业仍然会占一个主导的地位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也要看到 新型市场国家银行业的发展很迅速 从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来看 西方这个新型市场国家的银行体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的地位呢 得到明显的提升 那今后十年 二十年 我认为这个趋势也是不会改变 新型市场国家的银行的地位 会进一步地得到提升 那特别是随着经济 全球经济 在东移 那这样呢会为亚洲 为新型市场国家的金融业发展 也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所以我想未来呢 新型市场国家的银行业 当然也包括中国的银行业 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那在世界银行的版图当中呢 也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亚洲金融论坛对于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 和推动区域内的金融合作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亚洲金融论坛呢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好几届了 那么我想呢 这是我们亚洲金融业的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所以我也本人也很荣幸吧 能参加这次论坛 那么我也衷心地祝愿 这个论坛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而且今后也能够进一步地发挥好 我们亚洲金融业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